這個錢真的是血汗錢 但是我很開心就是說 我可以去體驗到這樣子的擺攤人生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擺攤是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也是我們台灣的一個非常棒的文化 很美的文化 我在我們這一攤裡面的角色是 不過等於有時候我也要當主廚 然後當副手 再來要點餐 叫客 隔壁 隔壁隔壁都要去按捺 因為有時候我們怕我們排隊的時候 會影響到隔壁攤的 所以我都要先去跟他們打個招呼 或先去跟他們買一些東西 抱歉抱歉 嚇了嚇了 等一下有可能會去幫你們擺攤 我先去按捺一下 先去做隔壁一下 敦親慕臨一下 那一開始接到這個工作的心情 知道說要擺攤 很開心啊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棒喔 這個節目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從來沒有去了解這個擺攤人 他們的這個故事 然後呢 瞭解了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辛苦 因為一個攤位就要去養活一家人 是多麼的不容易 而且是靠天吃飯的 萬一如果下雨的話就沒有什麼人 那時候呢 剛開始接這個會覺得說 嗯 人生我本來就是要常常去嘗試 因為這樣對我的演戲也有幫助 因為更了解他們 可是呢 當我去擺攤了之後呢 我後悔了 怎麼這麼累 哈哈哈哈 那檔子開檔後 三點鐘都不能去放掉 你怎麼知道有多痛苦 而且不管你有多熱的天氣 你都要去擺攤 多冷你都要去擺攤 下雨甚至都會被淋濕 你都要去擺攤 不擺攤 你怎麼辦 你看 你就是要生活啊 要過日子啊 家裡大大 小小 老的老 小的小 你都要養 養啊 那你要賺錢啊 所以呢 擺攤真的好辛苦 那重點呢 是看賣什麼東西啊 如果像一些我們這 我們三個主持人認定的那個大魔王 就是 這個就好辛苦喔 那其他的呢 就略辛苦 不要剉冰是更簡單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很開心的一件事情呢 是可以去了解我一家 比如說我們去夜市 我都會去訪問說 你們為什麼會來擺攤 然後我們去問了之後呢 他們已經有的是第三代了 有的是第二代的 所以我覺得很不容易 可以承接這樣子 爸爸留下來的 而且不怕吃苦 因為擺攤真的好辛苦喔 你從要備料 然後開始到那個夜市 然後再整個把它用好 然後開始做生意的時候 這都很多 要浪費很多時間 應該說要花了很多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它完成 到你收攤的時候 你還要整理 還要清洗整個攤位 還有地上什麼 真的很辛苦喔 這個錢真的是血汗錢 但是我很開心就是說 我可以去體驗到這樣子的 這個擺攤人生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擺攤是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讓更多人呢 可以知道 然後去跟他們捧場 對 這個是 也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文化 很美的文化 剛剛說就是擺攤 其實你有沒有很累的心 所以你有沒有後悔 或是三個人有想放棄的時候 曾經有一度覺得 哇 好累喔 三天拍一集耶 人家一天都拍一集耶 我們三天拍一集 我都已經做到 手都快斷了 我都覺得手都不是我的手 腳也不是我的腳 真的很累 因為從第一天你就是要去想說 要做什麼 然後再去買材料 然後買完之後再來開會 看要怎麼研發 然後薇薇對這一方面是很厲害的 他是對美食來講 他應該很會煮 所以他是很有想法的 再加上呢 Jerry跟敏澤老師都有來教我們 所以就是我們學得更快 但是就是說有一點點就是 你看第二天又要去哪個地方哪個地方 然後再去了解去學習 還要去學 第三天你就要再一早來備料 備很多你要煮冬瓜茶煮紅茶 然後還有醬汁微微還要再調 然後我們再試吃 其實我已經試到我都快 腺臟病跟糖尿病了 真的 我一直試一直試 然後就要洗碗 洗這個洗那個的 然後兩 洗完之後備料完之後 到現場兩三點你就要開始擺攤 然後要組裝那個攤車 當然組裝攤車是希希跟薇薇 他們比較厲害 那我就要準備說 我要賣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我也要去準備 再來點餐怎麼點 他們要怎麼樣那個走 怎麼樣點餐 那個路線都要規劃 等你正式開攤的時候 到收攤三個小時 後來可能我們三個已經覺得 哇每一集都這麼操 我心裡又想說 蛤 我們的支撥也只要兩點鐘而已 對不對 公告你醬十五分 保存也只要醬一點四十五分 你還要給我錄三天 出的要怎麼樣 加加調 我夠不甘的啦 因為每一段都是精華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攤真的非常的好看 怎麼樣的好看呢 你可以看到三味蟲什麼都不懂 然後怎麼認識這個食物 學習它 並且讓它變身 創造出更好吃的料理 來給客人吃 那我相信你們看到我們的用心 你會覺得 我們這三個人是值得你們疼愛的 那這個節目很有意思的是 我們要把台灣一個非常棒的文化 每一個擺攤的酸甜苦辣 很接近 會讓大家尋找一位 我們要把台灣的食物在一起 然後讓大家尋找 Renee